我覺得馬山太郎 舉One Piece海賊王的例子 我覺得是非常貼切 因為這本漫畫 其實是台灣跟日本共同的語言 也是我們這一輩 大概無限連載的 剛剛二十幾年了 就是共同成長的一個記憶 那魯夫其實就是當中的主角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他在追尋夢想的過程當中 成為海賊王的過程當中 他從來不會背棄他的朋友 而且他的團隊是越來越大 其實這個正正講的 現在的民主陣營的態勢 馬山太郎兩個具體的事情 來印證了就是所謂的 海賊王的這樣子的一個比喻 第一個事情 台灣前一陣子在吵CPTPP 日本到底支不支持 馬山太郎在這一場論壇中 講得很清楚 日本的態度是 支持台灣申請加入CPTPP 馬山太郎他的高度 他曾經擔任過首相 他是現在自民黨的二把手 講出來這絕對有代表性 所以柯文哲不要再亂講了 這第一點 第二個他提到了台日安保 他也講到了大概日本現在討論的 內部的狀況 這要傳達出一個訊息是 對於自民黨他的態度來說 對於他們整個國會裡面的人的態度來說 他們希望支持台海和平的態度 是堅定果決的 所以這跟剛才的海賊王也是呼應的 再來第三個 剛剛講到到底要怎麼避免台海戰爭 我覺得馬山太郎他講得真的太清楚了 他舉的福克蘭群島 其實背後核心的意思就是告訴大家說 當年柴基爾夫人雖然最後打贏了戰爭 可是柴基爾他沒有在一開始 就讓阿根廷人知道說 我會捍衛福克蘭群島 而且不惜出兵 這個訊息沒有讓阿根廷人知道 所以最後戰爭還是爆發了 所以馬山他講了三點嘛 第一點 要怎麼讓大家可以有嚇阻的效果 第一個就是要能夠有實際的軍備 這背後也是讓我們國人反思 過去民進黨在執政時期 是哪一個政黨處處在擋軍購 或者三不五時然後在挑毛病 哪一個政黨是過去這幾年時間 拼命的希望能夠讓我們的軍備 能夠變得更好 這個值得我們思考 還有哪一個政黨說 這個軍購是破銅鐺 破銅鐺 對 這些都可以直接思考 第二點執行能力 執行能力很有趣 我覺得他講的比較繞口 執行能力的意思就是說 人民的態度 就是說如果有一天 我們真的必須要保衛 台灣的決心要顯示出來的時候 我們人民從民調上面 從各方面的調查 我們是不是有 為保衛台灣而戰 為保衛台灣而拼的決心 這個部分也是要努力 就是我們的決心 有沒有讓中國知道 而第三個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嚇阻能力 有沒有讓對方充分了解 就是剛才講的 柴契爾跟英國跟阿根廷的這個狀況 我們能不能讓中國知道 我們這樣子的決心 我們的嚇阻能力 你們不要輕舉妄鬥 這三點都具備的狀況底下 那個馬森台他認為說 嚇阻就能夠達到效果 而我們就可以避免戰爭 有沒有覺得似曾相似的觀眾朋友 這不就是民進黨政府 過去一直在告訴大家的 唯有備戰才能必戰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要去扣 侯友宜或國民黨紅帽子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真的可以思考 在這一次選舉中 兩個陣營 大家想的 我不想講柯文哲 因為他根本可能沒有中心思想 兩個陣營大家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怎麼確保台海和平 民進黨的策略很清楚 我們唯有備戰才能必戰 而國民黨告訴大家 我認為比較多是談 國民黨告訴大家我們要談 郭台銘告訴大家和平宣言 但是我覺得你從麻省太長的例子 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的態度 至少他代表的態度 其實是要備戰才能必戰 是 所以剛剛宜正有特別提到 我們很多不分黨派 大家應該有共同的價值 因為大敵當前說真的 對台灣來講 再清楚不過的事實 剛剛卓冠婷所提出這個論述 你覺得國民黨會有不同的見解嗎 是不是大家立場 應該都是一致的 是不是呢 我這邊說明一下 其實侯友宜他到日本的時候 就也會見了麻生前首相 他很清楚的大概講了幾件事情 有幾個是比較類似 包括像是 他說明了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台灣避免戰爭追求和平 第二個是強化國防軍備 第三個是兩岸對話避免衝突 所以基本上這三個事實 後來他又更簡化了 提出了三句話 就包含了台海安定 台灣安全跟日本安心 所以基本上以侯友宜的角度 還有目前國民黨的立場 就是我們希望當一個風險降低者 大家過去很好奇說 那侯友宜你訪日 那你這些相關的主張是什麼 那他要很清楚的 甚至是很親自面對面的表達 他就是要做出no surprise 他的立場 也許大家以往不清楚他的立場 因為他沒有什麼更多的機會來說明 那他現在要清楚的傳達 就是安定安全安心這樣子的說明 我可以進一步了解嗎 他希望和平 他心中的和平是什麼 沒有主權的國家會有和平嗎 如果就侯友宜的立場來說的話 他其實非常清楚的說 他就是捍衛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他不可能做出任何去犧牲中華民國主權 這樣子的任何主張行動等等的 也因此他會特別的就安 台海安定 台灣安全 日本安心去做闡述 那同時也是要來捍衛 我們整個中華民國的主權